新黨屏東市長候選人李清聖 帶著團隊和律師前往地檢署 案名控告 為的就是手中這張文宣 距離選舉不到一個月 但近期出現一張文宣 放著李清聖照片 抖大標題直指他不為故 牆頭炒 而下方還署名周家綺 護援會 讓李清聖提告加重誹謗 意圖使人不當選 對此周家綺陣營反駁 由署名出處代表負責任 而文宣內容是經過法院認證的事實 也可以交由社會公平 參議院市長的對手是周家綺 而不是周點論先生 所以請他把市長對手搞清楚 撤下這樣子對周家綺 損害名譽的看板 那甚至也請他要登報來呈現 在9月底周家綺不滿李清聖 拿爸爸周點論來當文宣看板 提出了損害名譽告訴 如今選戰倒數 雙方再度因為文宣之戰 引發激烈交火 3月7月就這點底下一屏都採訪不到 3月7月就這點底下一屏都採訪不到 4月3月